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小刀变形机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18集 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传细系列的碎片 它是石头三组当中的其中一款 变形成一个直升机 这一波的玩具体重 我觉得这款算是比较吸引我的 主要还是因为它前面的两个partner 给我们的印象还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坐手边这款Deluxe Class的 这款属于核心级的 有人前几天给我留言说 这个是Combiner War时代的车厕的一个改模 其实我有点忘记那款玩具了 也许它说的没错 那么作为石头人的一个小队的话 他们是属于传世系列的原创人物 所以没有对应的以前的角色 那配色我是很意外 它居然做成了一款翠绿色 如果说这是一个岩石 这是火山岩的话 那这个可能是长满青苔的岩石了 那这个玩具的话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我觉得它的关节都非常的紧 特别是宽部的关节 异常异常的扎实 手臂的平举 还有二头肌的转动 都是比较紧实的 身上也没有使用球形关节 这款玩具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它很像什么呢 很像蜥蜴人 对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很长的尾巴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奇幻文学的 一个中年大叔 这个有点像是奇幻生物里头 有强而有力的尾巴的生物 包括身上这个石头碎片 有点你可以 如果你把它脑补成是一个鳞片的话 它确实是蛮有那种感觉的 那我们这一期的话 我并不会特别展示它拆解之后的一个玩法 我只做它一个变形人形 跟它的载具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那么它的武器非常的多样化 它的武器是四版直升机的螺旋桨 你可以这样子握双手握实 那后面的话 这两个部件的话 你也可以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 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武器拿下来 它有做出一些示范 比方说你可以把它给装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边再装上去 那你可以让它握持在手上 这样一来 有一个双头刃的感觉 当然我自己最喜欢的方法是 把这个部分给取下来 我自己觉得吧 这样子扣进去 有一个像是一个避刃的感觉 这是我自己觉得最喜欢的一个方法 当然的话因为造型的关系 我们会把它换到这只胳膊 这个也是一个手部伸出来的一个装备 那其他还有一些组合的玩法 各位就自己去做一个搭配 这个我就不再多做赘述 头部的话呢 有一种莫名的生物的感觉啊 然后头部并不是一个球管 它只能够左右的旋转而已 手臂360度的转动 没有问题 平举完全可以平举 手肘 转到90度啊 拳头也是可以转动 而且是偏紧的 额头肌也可以转动 腰身很紧呢 但它确实是可以转动的 脚前 哎呦这个腿是可以拔下来的啊 这个侧踢旋转 然后膝盖 然后外摆内袖 通通都是有的 可以说这个紧实的手感还是很不赖 尾巴的话呢 估计称它为尾巴吧 这里是有一个像是组合位点呢 是这样把它推上来 我自己觉得这个手感呢 不可不畏 不可不畏 不舒服啊 就是很舒服的意思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也是很简单的 首先我们把这个手 身体侧边这里松开啊 松开 然后呢 这个有一个双动关节 把这个头整个给翻上去 翻上去之后的话呢 我们顺势的把这个手臂给翻进来 翻进来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直升机的侧边 我们把手臂的这个部分转出来 如果你不记得 你就记得这个洞 这个洞 然后要把它转到外侧 这样子 把它给卡进去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洞给翻出来 然后到这边给卡进去 卡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然后它是有一个凹 有一个凹槽在这里的 我们把它给扣进去 这边 整个翻上来 给卡进去 好 到这边 然后这块部件直接往上翻 这里一样扣进去啊 那扣进去之后 我们就再剩腿部了 腿部的变形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把它转到中间 这个又被我弄滑出来了啊 然后脚掌翻进来 翻进来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稍微把它打正一点 然后两腿呢 做一个简单的合并 这个把它给扣上去 把它给做一个合并 好 合并哈 然后呢 这个地方把它往前面推过去 那记得是这一片是往后面推 这一片再往前面来啊 然后这里的话它是一个有这个 这个两两处在这里 还有这里有一个组合的卡扣 扣上去之后 它会非常的紧啊 尤其是你如果连中间 整个都压上去之后 它会非常的紧 然后这个时候会变成是一个什么奇怪的钻地生物的感觉啊 对 确实它这个很像钻地机 这个把它压下来到这里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配件的话呢 就很简单了 我们把它的这个螺旋桨的部分给安装上去 安装这个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啊 呃 可以说变形是很简单的啊 非常的简单 那关节也很紧实 手感挺好的啊 基本上呢 是一个以这个deluxe等级的玩具来说 它是很优秀的了 那侧边的这个武器的话呢 是安装在这里 就是这个孔洞 在这个位置 那它扣着说这里有个凸 这个凸刚好跟这个凹 是可以形成一个稍微的靠上去 你看 拼起来 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给组合上去 好的 那么这款碎片就完成了它的直升机的形态 我自己很喜欢啊 特别是它的所有的这个碎片全部朝同一个方向 所以它有一个往前的一个速度的感觉 那这个键层也有趣 加上它最漂亮的就是这种还蛮少见的 这个应该是翠绿色的这个透明部件 看起来像宝石一样 而且有两层 一层两层 它的直升机形态我非常的喜欢 我不知道这个跟SS的这个直升机的这个 这变形电钢的那个Draft是不是相同的变形 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但是感觉有那个形态看起来有那么一点像 好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来自于船市系列的石头人小队当中的碎片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的啊 特别是它的直升机形态 个人蛮喜欢的 谢谢各位这一期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